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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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下来 要上2.8 跟2.9 就是 2.7 跳过去 2.7 跳过去 基本上 2.7 里面的概念 我们其实今天也会稍微提一下 那我们在正式的课里面是没有排2.7 可是它那个观念我们其实 2.8 2.9 也可以看得见 然后以后或多或少会碰到 好,我们看一下2.8 2.8 是今天要介绍 导数或者叫微分 这是微积分里面的 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微分,一个就是积分 那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要讲一下微分 好,我们介绍了函数 介绍了极限 也介绍了连续 那现在开始可以讲一下微分 微分 那这定义是这样子 f 有一个导数 has a derivative derivative 就是导数 在 x 等于 a 这个点有一个导数 或者我们说 f 在 x 这一点可为 differentiable 另外一个用词就叫 f is differentiable 这是可为 在 x 等 a 这一点可为 这两个都同样意思 这个是导数 has a derivative 有一个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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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d 就假设 provided that 这假设 下面的是对的 假设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是 有一个导数 我们之前有极限的定义 极限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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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个极限是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 f 在 a 这一点是 有导数 或者是 或者是 可以为分 differentiable 可以为分 has a derivative 就有导数 那这个写法 跟这个写法 是一样的 这两个写法 是一样的 如果 这个极限存在 那我们就说 f 在 a 这一点是 有导数 或者可为 那通常 如果它存在 你就可以这样写 这一个量 这一个量 如果它存在 你就用这个符号表示 好 这它定义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 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 体会这个定义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们先从几额上来看一下 这个定义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从几额上来看一下 这代表到 这代表什么意思 好 几额上来看的话 其实 这一个量 这一个量 或者这一个量 就是这一个量 就是相同的概念 这一个量代表的是 the slope of the second 就是割线 就是割线协力 就是割线协力 这是割线协力的意思 这是割线 这是协力的slope 这个量 这个量是代表割线协力 那这个图 比方说 我随便画一下 假设这一点是A 这一点是A加H 那这一点的Y 这一点的坐标就是X是A加H Y坐标就是F of A加H 那这一点的 的X坐标就是A Y坐标就是F of A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楼上就是两个Y坐标之差 楼下其实它是两个X坐标之差 也就是说这个H这个量 其实是A加H 减A 楼下这个量是A加H减A 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个式子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Y坐标相减 除上两个X坐标相减 所以这就是协力的定义 就过这两点的割线 过这两点的割线的协力 然后你看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H是变动的 A是一个固定的量 这一点A是固定下来 A是固定下来 然后H是变动的 H越来越接近零 换句话说以这个图来看的话 就是说这个点 H越来越接近零 你这个割线就从这个点 就沿着这个直线一直跑 都是还是割线 可是当H跑到零去 就越来越接近零 但是它永远不等于零 它越来越接近零 可是它永远不等于零 可是它永远不等于零 那个极限存在 代表的就是割线协力 那个式子极限很长 我假设这个存在 我就用这个符号 所以这个符号代表的意思就是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Tangent就是切线 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说 这个割线协力呢 当你这个H越来越接近零 就换句话说 割线有一点是固定 A点是固定 另外一点是越来越靠近A 就越来越靠近A 所以它就变成在A点那一点的 切线的协力 这讲得更清楚就是说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of F 就这个函数图 at x等2 x等A 在A这一点的切线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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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它的几何意义 导数的几何意义 换句话说 我们说一个函数可以微分 在A点可以微分 或者在A点有导数 那我们看的好像就这个极限是存在 就是说它在这一点有导数 那这个极限存在的几何意义 代表的就是 在那一点的切线 协力它是存在 它是存在 我们再来看一些直观上 就是看这个定义 我们再看一些它直观上的意义 就是intuitively 就是直观上它这个可为 或者有导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代表它是 它这个图形has no break 就绝对不会有破洞 我们现在都是讲图形 在A点这一点的图形 A点这一点它不会有破洞 这不会有破洞 其实也很清楚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分母 你如果看分子分母 楼下的这个量h会跑到0去 这个量会跑到0去 如果楼上的这个量不跑到0的话 它是绝对没有机会有极限的 如果这个楼上的量是 跑到的数不是0的话 那它不可能有极限存在 因为这个数整个就爆掉 就跑到无穷大去 所以就表示说 楼上的子一定要跑到0去 那因此呢 因此呢 这有点连续的味道 当然其实跑到0 这个两个很一样 就在A点那个地方没有破掉 所以直观来讲就是 将来你会写到一个定理 就是说可为表示连续 可是反过来是不对的 其实就是有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其实也会证这件事 no break 我们前面也讲过 代表的意思就是连续 它既然可为图形上 它其实是no break 就表示可为emprise 可以推出连续 但是回过来是不对的 还有 这个图它不会有尖点 no corner 它不能够有尖点 尖尖的点都不是 像这种像这种图 这里会出现尖尖的地方 像那种V字形的图 尖尖的点 这种东西都不可能是连续 像这个例子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你画出来它的图就是这样 这一点尖尖的 换句话在0 这一点它不会有 不会可以为分的 这个我们将来也会看 可是这个图 在其他点都有维分 因为其他点 比方说在这 它也没有尖尖的 蛮平滑的 这个可为就是 这个图形还算蛮平滑 蛮smooth 所以像这个点尖尖的就不行了 另外还有这种 no sharp turn 就是急转弯 就是急转弯 不能够急转弯 这所谓急转这件事情 是相对的概念 所以我给quotation mark 这是直观 所以不是非常严谨的说法 所以我就这样些 no sharp turn 就是不会急转弯 这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你看这个图 y等于x的三分之一次方 这个图呢 它其实是递增函数 它递增函数 它从互无穷大一直增增增增增增 然后到快到0的地方 它慢慢增 可是到快到0的地方 它转得非常快 它转得非常快 那这里也是一样 从0这边出去 要变正的时候 它也转得非常快 然后又这样缓下来 它大概的图像这样 大概 y等于x的三分之一 这个 这个当然我们还没有学 知道怎么围 可是说必定高中也就学过了 待会我们会算 你如果还没学也没关系 待会我们会算 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 围出来 你如果套公式的话 它算出来是这样 换句话说 在0这一点 你围下来 这个0现在跑到父母来了 0跑到父母来 所以 所以表示说 这个缺陷斜力是 无穷大 它弯转得非常厉害 换句话 这个切线协例 在这一点的切线 是这样子 0这一点也没有微分 其他的点都有微分 这就因为它转弯转得非常快 你去画这个图 你就有一个体会 y等x的三分之一 我们都会回来看这些例子 第四个是 它不会有rapid的oscillation rapid就是快速的 就是快速的oscillation oscillation就是震荡 这是震荡 它不会有快速的震荡 again我再put这个quotation mark here 就是说 所谓快这个定义也是相对的 相对的 相对的 所以如果 它相对 会oscillate非常快的话 那这个也不会有微分 这也不会有微分 那这个例子呢 像这种我都给你们一些例子 待会我们都会回来看 你知道三角函数是周期函数 sine是一个周期 所以它会震荡 会oscillate 所以oscillate是动词 它会震荡 那因为你把这个x呢 放在呼母 所以靠近零的地方 它就震荡得非常快 它就震荡得非常非常快 那这个图形我们前面见过 如果 如果你这个函数呢 如果只是这样写的话 它在零点附近不但震荡非常快 它在零点其实没有定义 因为x不能等于零 x不能等于零 所以我们前面写过这个图 在零这一点它不连续 它不连续 可是你加上一个x 这个x有点像damping的term 就有点阻力 你在物理上有阻力的东西都会好 它都会使所有的东西稳定下来 你一个系统有一些阻力的像damping term 物理教这个term有点像damping 它有踩煞车的作用 因为你x越来越靠近零的时候 x也是非常小 所以它正弧也会非常小 所以这个有点踩煞车的味道 你这样子做之后 你x等于零 如果这样定的话 待会我们也会检验 这个函数其实是联系函数 在零这一点也连续 可是它相对的震荡还是非常快 所以x在零 它基本上是不可违分 它不可违分 那待会我们都会看 所以这个例子 目前你大概会感觉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那我们回来待会会看 我这里只是跟你讲一下 假设说你有图要来 有图要来看判断的话 有这种现象都是不可违分 有破洞 有尖角 有很快的急转弯 然后有很快的这种震荡 在那一点都不可违 我刚才讲这些函数 在其他点其实都可以违分 在其他点都还蛮好 好 我们从这个precation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precation 它应用上它就多了 我们随便指 我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 就从物理上 第一个从物理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的 这个函数呢 代表的是位置 比方说 比方说 the position of a particle 一个例子 a particle at time 在时间t的时候 它的位置 比方y代表的是这样一个函数 有一个例子 在时间t 它的位置在这 那这时候它的 维分 比方说 在某一点 a 或者某一个时间 a的维分 代表的就是速度 假设它在某一个点a 那这个东西就代表的 瞬间速度 the velocity of a particle 就是同样的这个例子 at 时间 a的时候 的速度 所以维分 在物理上 如果你一开始的函数 是一个 形容某一个物体 某一个物体的位置 那它的维分就代表着 速度 这个也蛮容易理解的 因为速度 你平均速度是什么 平均速度是 距离之差 除上时间之差 那现在楼下的东西代表时间 就是楼下那个差 代表时间的差 楼上是位置的差 所以 原先的那个 就是说 这个部分代表的就是 平均速度 就这个部分 代表的就是 平均速度 起了极限之后 就瞬间速度 就 simultaneously 就瞬间 的 velocity 你再为一次 它代表 就瞬间加速度 就速度的变化 好 如果你的y 如果你的y 代表的是 所谓的cost function 就是 就是花卉的函数 比方说 你要制造 x 比方说 x是代表着 x辆的车子 所需要花的钱 这个钱就是y 这x就是几辆车 这是一个消费的函数 这东西 比方说是这样 随便集 the amount of to produce x 你要照 x辆车 所需要的花卉 这个花卉 假设叫y 比方说 你代表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叫消费函数 你不一定是车子 你是可以说 x代表制造着 x公尺的部 所需要的钱 这个钱是y x是比方说 多长公尺的一个部 这是消费 那它的维温代表什么意思呢 维温在经济学上 就代表边际效应 反映的东西就反映边际效应 这叫marginal cost 这是边际效应 边际 在这个例子当然就是指边际发挥 这待会我们用数学的语言解释会更清楚 我们会看一些例子 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它的意思是这样 反正看你的f代表什么 你的f如果是代表着位置的话 它的维温就代表速度 你的f如果是一个消费的函数 它的维温就代表着边际的消费 总而言之 维温 看你f是什么 它是代表着变化力 the rate of change 这是变化力的概念 the rate of change 你看到这句话就是代表维温 将来我们会时常见到这句话 一个量的瞬间的变化 y这个量的瞬间变化 基本上是这样 the rate of change the rate of change y的变化力 你翻译中文就这样写 y的变化力 看你这个y是什么意思 它可以做不同的解释 在a这一个点 y的瞬间变化 微分 微分它的意义就是这样 在a这一点 y的这个量的瞬间变化 the rate of change 就是那时候的瞬间变化 不是平均变化 所以它这个地方 其实讲这个东西都是讲瞬间 就那一刹那的变化 所以这时候才可以描述瞬间速度 这个是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它 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它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例子 把我们刚才讲的东西都走过一遍 所以我们第一个例子要来看的是 练习利用定义来算导数 我给你第一个例子 你就是用定义来算一下 假设fx等于一个抛物线 是这样写 by definition 利用定义来算这个 在1点这个微分 确定我们把定义 基本的定义会算 利用定义会算 好 你先去算这个例子 第一题就是叫你用定义算 意思就是要从这个地方 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做起 不是叫你直接 也带那个多样式的微分 那个东西我们是假设还没写到 equation 我这里就用了简写 final equation 切线方程式的 把切线方程式找出来 好 好 equation 每一题都把它算一下 每一题都把它算一下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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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在0这一点没有破掉洞 当X7近于0的时候 你的函数值是不是就是F0 那现在F0是定义成0 当X等于0的时候 它定义成0 这个极限就是白三明治定义 因为你这样写 X7近于0 X都不等于0 所以你这函数值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值它其实是介于结对值的X跟互结对值的X 就是用两片面包把它夹住了 那这个X7近于0 它7近于0 下面这一片也7近于0 所以中间的地方没有地方可以躲 所以它也7近于0 所以这个函数 在0这一点是没有破掉它是连续但是在0这一点它极限不存在 你把它定义代因为这个X被你消掉了 X被你消掉那你剩下这个X7近于0 它在地方震荡非常快 这个答案有很多种可能 如果它有的话 那不可能有 因为答案有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不可能有答案 当X7近于0 你这个数位7近无穷大 3无穷大这个值到底会多少 那根本讲不清楚 因为它有很多种可能 看你怎么逼近 所以这不存在 那这个例子就是很明显 就是它在0的地方 虽然没有破洞 但它震荡的相对震荡的非常快 你用X这个damping turn 它也压制不住它 你用X放进去 还是压制不住它 所以它相对震荡还是非常的快 你算一下 你再更进一步去压制它好了 你这么把它变成X平方 X平方damping的更厉害 因为它跑到0的地方速度更快 你利用定义再算算看 看下面的结果是什么 这地方只是这样改 这变成平方 对不对 那这里平方的话 这边就长出一个X来 长出一个X 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刚才算了 这个是有极限的 它是by sandwich 所以你的damping加多了以后 它相对震荡没有那么快 所以这是相对的概念 它相对的震荡没有那么快 它在0这一点 就变成有极限 有违分 极限存在这样算 切线斜律存在 所以它可以违分 可以违分 那你可以想象 我这边如果再把它加更强的damping 那它一定存在 对不对 就更厉害 它就相对就 就不 相对来讲 它就 Ostler也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它就更对 那这个例子呢 另外一个例子 你自己去算 第五 这个例子是 就这个例子 那当然你 由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函数在0是连续的 但是它不可以违分 那通常 可为是imprise连续 可是连续不imprise 不一定imprise可为 你去算一下 在0这一点 这个是尖尖的例子 尖尖的例子 算一下 这个是f'0 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图在0这一点尖尖的 这一点尖尖尖的 感谢观看 这个极限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左极限虽然存在 右极限也存在 但是它不相等 所以这个极限是不存在 换句话这个维分是不存在 就是它有尖尖 所以有尖的地方 维分不可能存在 好 这就是为什么 归纳那些直观上来看 你如果看图 它有这样的现象 大概那些点都会有问题 好 第六题 就是请你identify 原先的函数是 F 是什么 那是在哪一点 A 是等于多少 那 这个极限其实是 某一个函数在某一点的 维分 所以把这个F跟A找出来 这应该很容易identify 这F就是一个指数函数 A其实就是0 好 接下来我们其实要看的是应用 那应用的东西又牵扯到 只要应用的东西就牵扯到英文也要考验你们 所以我这次特别把这英文写出来 完整写出来你们来看一下 所以要练习看英文 The fuel consumption 就是汽油的消费 那这个consumption就用C表示 它是用每小时多少家人 Gallands 就是每次都是跟人家特别不一样 都不是用实径位的 然后如果这个车呢 如果它开车的速度是V miles per hour 就是开车的速度 这个V是代表车速 是每小时V miles V英里 这时候 也就是说一辆车 如果它每小时用V英里开的话 它所需要的油料的花会 C C代表的就是说 它每小时C要发多少加轮 这个C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那这时候 微分是什么意思 稍微解释一下 那这个微分的单位是什么 画到 its units 就是这微分的单位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Write a sentence in layman's terms 才问一下谁懂的 layman 是什么 有没有 看看 考一下英文 这个字有没有写过 门外 哇 这个不错 就是不要用专家的口文写出来的 sentence 就是用比较 不是那么specialist 不要用这种 用你自己比较可能是 比较 不是那么严谨的语言 解释一下 假设你的速度是 每小时20英里的时候 他算出来的微分是负的零点零五 这个是负的零点零五 那这个计划怎么解释 用一个你直观上来讲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那微分的意思呢 我们一直强调它就是这个消费 C是消费的量的变化力 它是变化力 换句话说 它代表的就是 这个consumption就是C的变化力 当你的车子的速度是V的时候 它的消费的变化力 那通常这个英文是这样写 这个rate就代表变化力 那哪一个的变化力 就是指你的消费的变化力 它的改变的状况 当你的车子的速度是V的时候 那这个微分它是 微分基本上它的定义是这样 可以说是 你用一个简单的符号写 它是这样 C代表的是消费 V代表是速度 这个delta是差异 我们这个符号时长就讲 两个消费的差异 delta是两个速度的差异 就是跟刚才我们的那个定义 微分的定义的一个简写的方式 这里的delta其实是代表 如果你用几额上来看 就是y坐标的差异 这个deltaV就是x坐标的差异 除出来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c的单位就是 每小时它所要花的汽油 galon 就是加仑 一加仑等于4公升 4公升 反正每字都特别奇怪 那这里的单位是速度的差嘛 那速度反正它是每小时几英里 所以它的单位是这个 那你当然问说 那我这时候小时可不可以消掉 消掉也无妨啦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保留 因为这时候 你知道你的时间单位用小时来量 你一消掉之后 你就看不出来 它到底用每分钟来量呢 每秒钟来量 或者是每小时 消掉之后就是每加仑 每英里所需要的加仑数 但是用一小时了 这应该用一小时的单位来看 因为这个消费 这不是线性的函数 所以你这个小时 摆在这边还是有意义的 还是有意义 因为你用每个秒 或者每个分钟去算这个量 可能不大一样 所以这个通常我们是建议还是保留 如果你不保留 消掉它代表 当然就是 每英里所需要的车子 维婚的单位 就是说每英里所需要的加仑数 可是是用一个小时的单位来衡量 所以保留还是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题目呢 他说F'当20的时候 速度是每小时20加仑的时候 假设你为婚算出来是 负的0.05 这是这个单位 就是这个单位 负的0.05这个单位 怎么去解释这句话 怎么去解释这句话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车子的速度是20的时候 每小时20mine的时候 你的发挥是利用这个量再减少 decreasing 因为负的 我们用decreasing 就是用这个量再减少 用这个美麦 这个家人再减少 你讲得更具体 举一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这样讲 举更具体一点例子 所以你现在 这个量是说 你的车子速度是20的时候 你的 你的花卉的速度 你的花卉的速度 是用 这个量再减少 你的花销费 是用这个量再减少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当你的速度增加到21mine per hour的时候 增加一公里 1mine 这时候你的汽油的消耗量 反而减少了 减少了多少 每mine 每小时 大概减少每小时 0.05加冷 所以这个也蛮符合我们的common sense 就是说 你车子开得太慢的时候 它其实耗油了 所以这里它告诉你是说 这个维温算起来是酷的 它告诉你是说你的速度如果是20的时候 你大概你的花卉 你的花卉 会减少 decreasing by这样的 amount 这个单位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你的速度如果提高1英里的话 你差不多会减少这个量 也就是说这个量 你心里想 这个设置是这样写 Roughly 我们把极限提掉 它就是Roughly这样写 对不对 这个速度之差 在分子 在楼下 花卉之差 在楼上 现在如果速度差不多差1公里的时候 1英里的时候 这是他讲的 从20英里变到1英里 这个差别 这是21减20 所以这1英里 这时候 它的消费的差距 大概等于这个 这个差距大概等于负的0.05 负的0.05 那你这一个是 20减掉21的消费 就C20减掉C21的消费 你可以这样想 所以C21的花卉 大概等于C20 加上这样 我这个consistent 我这21减20的话 我应该是21减20 这个单应该这样写 所以应该 移过来的话 这是 减 这是减 因为这是21减20 我上面还用C21减C20 所以C21 等于C20 C21的意思就是说 你速度是21的时候 它的消费 这C20的意思就是 速度20的时候 它的消费 结果呢 少了 少了0.05 换句话说 你速度增高 你的 花卉会减少 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速度真的超过太多太多 其实你的花卉会 会反而会增加回来 增加回来 就车子开得太快 或者太慢 从边际效益来看的话 都不是很理想 你速度大概会有一个正常 通常大家是说 你大概就是60mm左右的时候 也就是说96公里的时候 这个汽油的消耗通常是 是最深 相对最深 你的解释是这样解释 因为微分 你可以这样想象 微分就是 两个y之差 除上两个x之差 那现在x是速度 y是消费 这里是讲 从20提供到21 所以是1 所以这时候 它的消费差不多这样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这样讲 如果 If you increase your speed to 这个速度 you could expect to decrease your fuel consumption by about 这样的量 换句话说 你增加这么 一 这样的速度 每米增加 每小时增加1米的速度 你的花卉大概会省这么多 每米会省掉0.05加人 好 再给你练习 这次让你自己写 让你自己写 我要问 第二题是 a manufacturer 就是一个制造商 比方说这样 他produces 就制造出 bolls of a fabric with a fixed width 这个 bolls 就是一卷 一卷的那个fabric 就比方说一卷一些 缓织品 缓织布好了 with 一个fix的宽度 它宽度是固定的 然后就制造一卷 的那个 那它的花卉呢 the cost function 这个就是 the cost of producing 所以美国都是用这种很奇怪的单位 x碼 yars 就是 你把它想成是公尺 也无所谓 反正就是 这只是单位的 你要produce 这么长 x长的 比方说x是10 10碼的 这样的一个布 它要的花卉就是 c c 第一个问题跟刚才第一个问题一样 维温是什么意思 它的单位是什么 empathical term 刚才是用了layman term layman就是不是那么专家的语言 就是说 那这里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用一个 不是那么严谨的 比较实际的这个方式去描述 比方说 比方说 当你的x是1000 就制造1000碼的这个布料 它文出来是9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这让你判断 这让你解释 这其实无所谓对错 哪一个量会比较多 当你produce50碼的这个边际花卉 跟你produce500碼跟5000碼 长的布料 那这个量 谁会比较大 你能不能给他一个解释 模仿刚才那个 那个语言 你能不能把它写一下 练习讲讲看 分母的单位 这个x 代表是 它单位是什么 这个布有多长吗 所以这单位是 在这里它是用什么单位 yards 好 非常好 所以这是yards 然后 c 就是dollar 钱 钱为单位 doll sign 就是dollar 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 美马 美马 它多少钱 好 所以 这个是它单位 唯分代表就是变化力 什么东西的变化力 这个c 的变化 c 是什么 c 是花卉 花卉的变化力 你就这样想 花卉的变化力 当你的生产的 生产的level 是x 的时候 x 长的布的时候 你的花卉的一个变化力 这是维婚的概念 好 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呢 怎么解释这句话 怎么解释这句话 f plan 1000等于9 你怎么解释这句话 再把这个套上来 再把这个套上来 就说这个东西大概是9 大概是9 然后 因为你的生产的量是1000 你就想成公尺 如果1000 亚这个单位很难去想象 就想成1000公尺 1000公尺的布 那这delta x 是差别 从1000变到多少 你心里想就是说 比方说你要产1001 产到1001 假设用1001来减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可以想象是1 换句话说 你都想象这个婚姆之一的话 那这一个就是 换句话说 这个怎么解释 就是说 当我的生产量是1000公尺的布场的时候 我每多生产1公尺的话 他所需要的花费是多9块钱 所以这个意思你看 我每 因为每多生产1公尺 假设这是1公尺的时候 dota c不是就9吗 dota c是 这两个生产量的差 我每 多生产1公尺的时候 我需要额外花9块钱 这是维温的这个量的意思 每多生产1公尺 他要花的额外量 额外 因为这个 这个式子 事实上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dota的1001 减掉 不 c的1001 减掉c的1000 所以 所以他大概是说 c的1001 大概是等于c的1000 加上9 所以你的生产的level是1000的时候 你每额外多生产1公尺 你是不是多 需要花9块钱 这是编辑效应的意思 好 那最后一题你怎么解释 你大概会怎么解释 你认为哪些哪个量会大 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再问一下 我再提一下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的生产量是50公尺的时候 我每额外多生产1公尺 他所需要花的钱 就是这个量 当我的生产量是500公尺的时候 我每额外多生产1公尺 他所需要花的钱 所以在讲这个编辑效应 这个是当我的生产量是5000公尺的时候 我每额外多生产1公尺所需要花的钱 然后你们解释一下 你认为哪一些可能会比较大 那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合理的 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 你只要解释 从你的观点怎么解释 第一个观点大概是 应该是生产少的时候 你就很可惜了 你每额外再多生产一点 他会花的钱比较多 我这次经济学时常是这样讲 所以你会认为说 这个会比较大吗 然后这个相对这个可能会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这是合理的一个解释 因为你的机器要用 你既然都买了 你要生产到一定的量 你才会合乎成本 你生产太少 你的成本不合 每制造一个花费就特别贵 那当然你产到5000的时候 你会觉得 林一体还没完 5000的时候跟500笔的时候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大 依照你直观的看判断 很多人来想 但是问题我们这样看 通常他是这样讲的 是说我要生产 那我机器都固定了 我要生产 我可能要机器 要能力或者时间等等 你如果产太多 你心里想一件事 如果生产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他都可以编辑效应很大 那生意哪有这么好做 那你就天天做更大就好 可是你做到最多 你的机器可能会坏掉 你的人工 你花的时间可能会多 你的维修等等 所以经济上通常会这样子 通常是这样 这个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小 50代表小 500是代表适当 可是这个适当是多少 其实是看你的问题而定 我们现在这里只是解释相对的概念 5000 通常都会这样子 通常都会这样 这个只是相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一套设备买进来 买进来 如果你生产太少 绝对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效益 对不对 你生产太多 也不可能符合经济效应 因为生产太多 你牵扯到的是 这机器人可能容易坏 你到时候维修 还有你的人力 你的那个等等之类 所以这东西 就是通常在经济上的话 就是说你 你边际效应 你要适量 太少不好太多不好 跟刚才开车其实很像 开车速度其实很像 好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